嘿,我是蜜蜜大熊,March Bear 為什麼現在會拍這個呢? 因為大熊想要去剪頭髮了 這個頭髮也留了快將近兩年了吧 放下來呢,就是 就是之前常常在講鬼故事的時候 放下來就是,現在長度就是 這麼長 就是已經可以到胸口了 到那那那那邊 因為最近看到越來越多人剪這個頭髮 然後也都是後面綁起 越來越多,就是超級無敵多 當初在留的時候 還沒什麼看到有人這樣留 然後後來就是越來越多人這樣留 覺得 好膩 超膩的,膩包 因為這個頭髮其實是大熊第二次留 因為大熊第一次留呢 是在之前那個 韓國明星BitbandGD 他那個就是放側瀏海的時候 我那時候開始留 然後後來就有一點吃心風 就是有一次突然看不順眼 跑去剪掉,結果剪到炸掉了 也是去名牌的理髮店剪的 然後花了 也沒有到特別貴啦 就大概五百塊左右 然後就是被 學徒小妹就剪爆了 一切都毀了 然後我就整個頭髮全部沖流 然後又流到這麼長 然後又花了兩年這樣子 我原本想說今天要不要去路上 就是找一間就是 名牌的就是品牌 就是連鎖的理髮店去剪 然後朋友推薦了我一間 他跟我說不一定名牌的就一定好 所以他就叫我去有一間百元的去剪剪看 那就 挑戰看看吧 我也不確定那間店能不能讓我拍啊 所以我就是先錄一下我的 髒頭髮的紀念 突然要去剪壓力有點大 有點捨不得我的頭髮 好煩耶 好,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大小已經洗完早洗香香頭髮 洗乾淨了 出發,Let's go 嗨,我現在在理髮店門房 然後我等一下準備就要極力剪頭髮 所以今天呢叫做齊姊 齊姊白人 那我們就來挑戰看看吧 這邊剪髮的環境非常的舒服 然後因為我現在沒有帶腳架出門 所以我只能用手牌 那可能會有點苦 阿姨正在幫忙剪頭髮 我現在不能夠透露我的髮型 因為我只要回家再另外錄一段 那阿姨我現在囉 掰掰 那我剪了髮型 一百塊 他是一百塊的剪髮 然後他叫做 情節 極致百元剪髮 那如果上面就有他的資料 如果想要剪的話 就可以直接過來剪 他的營業時間呢 是這邊 上午11點到下午1點 然後下午2點到晚上8點半 或者是情節會很用心的 聽你到底 你想要剪什麼樣的髮型阿 你想要剪什麼樣的造型 然後剪了一個大概以後呢 他會再問一次 那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想要修改的呢 他還會再幫你重新再做一次造型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貼心 而且會確定會尊重 就是個人的想法 嗨 我剪完頭髮也喜歡找了 這個頭髮啊 居然是百元剪出來的 可以相信嗎 我的天啊 這種層次 雖然後面好像有點變成包伯頭 砰砰的 不過應該 稍微再留長一點 可能就可以順下來了吧 像瀏海之類的部分 剪的那種層次感都還不錯 然後還有這邊的切線 他也有幫我稍微再修過 就是把它 就是再路過一次 然後還有剛剛後面看到的地方呢 就是這裡 他後面呢 真的修得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他後面這一塊的修法的 修得還蠻好的 很順很舒服 真的可以相信這是百元嗎 這真的只花了一百塊喔 嗯 這個部分呢 我是沒有業配啦 只是純粹覺得 如果真的以剪頭髮來說 花了一百塊 然後可以達到這種效果 真的是非常滿意 真的非常棒 而且進去要剪之前呢 我是沒有跟阿姨就是講說 我等一下要錄影或者是怎樣 我是在剪完之後才跟他講說 喔 我稍微錄一下店內的情況 或者是之類 所以完完全全沒有串通好 也沒有讓他知道說我要錄影 而是那個剪完以後才跟他講說 我要錄一下室內的環境 所以這件技術呢 是非常棒的 很不錯 那如果住在台南的朋友啊 找不到地方剪頭髮 然後又跟我一樣 被某些迷什麼啊 或之類的 連鎖的剪壞頭髮 然後裡面的髮妹小姐呢 完全不想聽你講任何的 你想剪的髮型 或是對於你的 怎麼講建議他都不聽 然後整個把你的頭髮剪壞的人啊 我真的覺得 不如多嘗試幾階阿百元禮法吧 總可以找得到吧 因為像之前大雄就是綁頭髮的那一段時間 人家的頭髮都綁起來的那個情況啊 其實我一直以來呢 側面這邊也都是去找那種百元的給他修 其實我當下原本是想說 我說不定我可以騎車出去外面找找看有沒有就是 那種三五百塊阿 剪男生頭髮的 因為我大雄是完全不洗頭 因為我不喜歡讓人家碰到我的耳朵嘛 就三五百塊剪頭髮的稍微剪一下 剪一個造型出來 就是把長頭髮的感覺灰別掉 然後就想說 朋友有推薦百元阿 我其實也糾結了很久 可是沒想到這家店呢 他有他的Facebook 我是看過以後才放下這個心 然後去現場給他剪 其實在剪之前我也是很坎哥不安阿 因為畢竟頭髮都留那麼長了 突然整個就剪上去 真的是壓力還蠻大的 在等的時候整個人都在皮皮串 他都非常仔細的在聽呢 我的想法跟我想要剪出什麼樣的造型 所以剪的狀況呢就是八九不離十 我當下是跟他講了一個大概 那我就想說 有一半以上的空間就讓他去發揮 說不定會剪就是保留我的造型 以及他的想法以後剪出來的造型還不錯 結果是還不錯 就是這邊太膨了 這邊有點可惜這個可能要 等之後留長再去修修看還是怎樣吧 不過我覺得如果是喜歡頭髮蓬蓬的 或是髮量稍微少一點 然後比較塌一點的阿 這個技術真的非常的好 他剪的技術很細膩 不像一般外面擺圓就是 比較随便一點 他的剪法細緻到有點嚇死我了 這已經等級很高了吧 我之前去外面那種三五百塊剪 都還沒有這麼仔細過 如果你對於這個髮型還OK 如果喜歡大熊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出去喔 然後還有什麼事 你想跟大熊說 或是想要批評我這個奇怪的髮型 還是想要給我更多的建議 都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都會回應你的喔 還是說你想要跟我分享更多 就是理髮的心得阿 或是一些去哪些店 招收到的一些跟大熊一樣 有點悲慘的狀況的話 歡迎都在下面跟我聊聊天 我都會回應你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